按照中共官方证实对外公开报道的史实记载,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仍然还在洛阳劳动改造的习仲勋及致信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祝贺粉碎四人帮,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一致,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信末署名为一个仍为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 请注意,习仲勋当时署名的前缀是毛主席的党员。 1977年8月21日,习仲勋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振写信。 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年、汪东兴与党中央写信。 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做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 当时的习仲勋夫人齐心看到一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 而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得到解决,心机如焚。 他在女儿悄悄地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 他们多次找过国务院副总理王振,随后,他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和叶剑英。 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新上任的部长胡耀邦申诉。 按照胡德平朋友的说法,事实上是当时的齐心在女儿的陪伴下在北京求告无门。 当时还在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习近平,才设法联系上了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 自胡耀邦1977年11月被正式宣布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之后,因为找到要求平凡的老干部及其子女太多。 胡德平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正是在胡德平先在自己当时的工作单位与冒昧求见的习近平。 商量好了习近平陪同母亲齐心被胡耀邦在家中接待的时间秘密进入的路线。 方氏,这才有了日后齐心向官方媒体回忆出的报道内容。 当时的胡德平在胡耀邦身边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叶选宁在叶剑英身边的角色。 齐心率子女在北京上访期间,叶选宁受叶剑英之托前往探望,点拨了齐心和习近平及他的姐姐齐乔乔,提醒他们说只要王震不计前线,小平同志那里就不会再有阻力了。 齐心又率领习近平和齐乔乔带着习仲勋道歉并求情的亲笔信,成功求见王震。 无比诚恳地表达了一番对当年在新疆问题上挫整王震同志愧疚甚至是悔罪之情。 王震虽然在齐心和子女面前表现了一副大人,不见小人怪样子,但背后却坚决要求习仲勋还他以公正,并把习仲勋的亲笔信转交邓小平。 既然已经有了当年挫整王震同志的第一责任人习仲勋诚恳表态。 邓小平随即下令发文为王震同志彻底平反,推翻当年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强加在王震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1978年3月,为王震彻底平反的文件下发的当月,习仲勋被邓小平奔准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虚嫌,并被通知恢复党组织生活。 至于习仲勋在政治上被正式宣布平反,都已经是1979年8月份的事情了。 下面我们就说一下习仲勋与邓小平、王震的恩恩怨怨。 1952年,毛泽东决定调五个大区的书记进京,被称为五马进京。 其中包括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邓紫辉,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恕士。 进北京后,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五马进京后,第一个挨整的是高岗。 高岗进京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但高岗是从西北地区起家的,他和习仲勋都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办人。 高岗也当过西北局书记。 1953年至1955年,毛发动批判高岗,饶恕时反党联盟运动时。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是毛的得力助手。 邓小平协助毛整高岗,整调高岗东北局的一批老部下,也重击高岗西北局的一些老部下,包括习仲勋。 习仲勋回忆说,1955年,他被要求就与高岗之间没有划清界限等问题。 你们这种做法,胡耀邦站起来劝他,你不要说了,我已经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根据党章,中共政治局无权罢出一个总书记,选出一个新的总书记。 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决定总书记的去留。 所以,根据党章,邓小平等人逼退胡耀邦是非法的,正向习仲勋说的那是逼宫。 何谓逼宫? 宫廷政变事业。 1977年,邓小平在文革后付出工作时已经73岁了。 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邓小平已经83岁了。 邓小平虽然多次讲过新老交替问题,也公开讲过自己要退下来,但他并不真心想退,而是想继续掌权。 了解他心思的人,则利用各种场合表达请邓小平留任之意。 胡乔木说,邓小平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 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 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坤、彭真、廖承志、宋任琼等都支持胡乔木的意见。 胡耀邦、聂荣真、习仲勋、杨德志、乌兰夫、倪智福等都赞成邓小平退下来。 习仲勋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 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分配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层层盘剥的问题。 王震打断习仲勋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要否定权威,否定小平的权威。 万里说,我们不能树立个人权威,要树立集体的权威,树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权威。 习仲勋接着说,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质向法治过渡。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 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带头退出中央。 实行退休体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对于习仲勋力劝邓小平退休,邓小平心中肯定是不悦的。 习仲勋与王震的恩怨主要是在新疆治理的问题发生了意见不一致。 熟知中共执政时的人士都不会忘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 党内最著名的两大左王一文一武,文是邓小平立群,武师王震。 而他们两人在中共建政之初即已经是臭味相投,沆瀣一气。 从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他们两人当时可谓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政治死敌。 回顾中共建政之初,当时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小平立群。 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做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 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 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 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 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 严格保护虚母业,牧区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 必须排出个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小平立群 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烂捕烂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只是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 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 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 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明确告知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 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振藩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 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 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后中央决定。 新疆分局这才向下属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振返工作。 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 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 对你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 北疆牧区振返工作,遂及停止进行。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习仲勋和王震等人奉命进京之后, 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 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是正在指挥所谓抗美援朝的彭德怀。 所以,当年习皇帝的父亲习仲勋是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实际一把手, 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习仲勋在当时那场和清算王阵的在北京召开。 由中共中央主持的新疆西北分局常委会议声色俱力地同批。 以王震同志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 特别是王震同志犯的错误。 违反慎重稳劲的方针, 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 粗暴,强词夺理, 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 说中央正确, 西北局右倾, 发展到无法无天, 无中央之天, 党计之法。 又说, 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使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 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 而没有民族工作, 有严重的宗教问题, 而没有宗教工作。 这次会议上宣布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 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裁委主任职务, 调王恩茂进江接任。 亲自出席会议的毛泽东表态说, 王震主持的新疆工作的成绩是90%, 错误是10%, 错误性质是严重的, 要纠正。 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线团一级。 批评王震的错误, 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一方面表示, 接受中央的决定, 但同时也当面反驳了习仲勋的批判内容。 比如, 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 而没有民族工作, 有严重的宗教问题, 而没有宗教工作等, 说他自己难以接受, 但也无可奈何。 王震后来回忆说, 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 我挨了批评以后, 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批评我时, 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他说, 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是小指头, 而且是半个小指头。 不是路线错误, 不是政策错误, 就是粗暴, 不是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 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北京会议结束后, 王震被通知不得再回新疆。 习仲勋亲自赴江主持中共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 在会上对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工作所做的总的估计是, 成绩是主要的, 做得冒险极尽的错误, 是部分的, 但是严重的, 其中有些是惊人的。 一个月之后, 为了贯彻北京会议精神, 习仲勋主持的西北局、 新疆分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 会议的任务是, 检查总结新疆分局的领导工件, 纠正在牧区改革上的错误, 讨论土地改革工作等问题。 新疆分局常委、委员全部都参加会议。 习仲勋及其他与会的西北局主要干部在会上表态说, 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 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 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 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 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 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 习仲勋还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 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 不怕多讲, 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 也不怕事实有出入, 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 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 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随后, 由习仲勋亲自从西北局派出的财经工作检查团到新疆检查工作。 检查团几乎是全盘否定了王震领导新疆时期的财经工作。 有人竟把军队在荒芜人烟的戈壁上吞啃, 结衣缩拾新办工厂。 说成是军队抢了少数民族的土地、资源。 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 顿时被一阵风暴吹散了。 经过这一曲折, 新疆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至于这场风波在政治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对于全省各级许多干部所造成的伤害, 在职工思想上造成的混乱, 则是无法以数字来估量的。 对这样一段历史, 最为耿耿于怀的当然是王震本人, 虽然他日后还是一直被毛泽东所器重。 离开新疆之后, 先是被围移铁道兵司令员间政委, 继而又高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并兼任国务院农肯部部长。 文革出王震虽然也曾被短时间外放出京, 但很快就被毛泽东亲自下令请回北京。 1975年1月, 因邓小平的立举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当年险些死在习仲勋之首的王震,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 被邓小平一家视为救星。 从邓小平三女儿邓荣事后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 付出工作并很快掌握党内和军委实权的邓小平, 对王震几乎是言听计从, 有求必应。 习近平在中共政坛上的一步步走来, 关键时刻都有叶雪宁的点拨。 其实,不但是习近平本人, 甚至他父亲当年为政坛付出, 不得不做出的一向违心否定自己, 像当年被自己残酷整肃过的王震屈辱至切的举动, 也是因为叶雪宁的及时点拨。 1992年, 邓小平南巡深圳, 时间是1月19日至23日。 期间, 邓小平没有探望习仲勋, 习仲勋也没有探望邓小平。 有人说, 他们当时同在深圳营宾馆的不同建筑里, 却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也有人说, 当时为了迎接邓小平, 避免尴尬局面出现。 广东和深圳方面, 在邓小平抵达前, 已安排习仲勋暂离深圳, 去广州视察了几天。 从1990年, 被邓小平流放深圳, 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 七个年头, 没有关于习仲勋与邓小平见面的任何记录。 直到邓小平去世, 习仲勋一直没有回北京。 从上述情况看, 习仲勋作为当时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全国人大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 任期美满, 即被强令离京, 应该是邓小平的决定。 习仲勋是中共第一代, 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员。 毛泽东当政时, 习仲勋官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邓小平当政时, 习仲勋官职中共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8年4月, 习仲勋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但是, 他的任期未满, 就被迫提前下岗。 据原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主任高凯回议, 1990年10月30日, 是习仲勋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这一天, 他精神很好,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大谈保护不同意见。 对于当时实际掌控中共最高权力的邓小平来说, 是非常刺耳的。 第二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开会时, 大会副秘书长通知说, 习副委员长因病, 中央批准他去南方休养。 高凯写道, 习仲勋从这天起再也没有来人大常委会, 尽管他的任期应该到1993年3月。 也就是说, 习仲勋被提前两年零五个月下岗。 习仲勋一生三次癌症, 1935年, 中共在陕北搞肃犯时, 22岁的习仲勋第一次癌症, 差点被活埋。 1962年, 49岁的习仲勋第二次癌症, 被撤职, 审查, 关押, 下放, 16年不得翻身。 1990年时, 77岁的习仲勋第三次癌症, 再次被强劲把关, 被赶出北京, 被流放深圳。 感谢观看